此轮巴以冲突的升级导致加沙地带战火重燃 各种人道主义危机正愈发严重 当地时间10月10日 美国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几乎所有问题都围绕该地区当前局势而展开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曾提到 以色列应当遵守国际法 而面对记者关于以防全面围困加沙地带 切断水电食品和药品供应是战争罪的质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没有正面回答 其称以色列是民主国家 美国期待并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国际法 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新闻发布会 文字实录和视频画面 米勒当天首先介绍有关情况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几日一直在与以色列伙伴接触 拜登政府明确表示 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手段 同时布林肯也一直在同各国外交官员通电话 并集中精力确保加沙地带所有被扣押的人之祸事 布林肯也会直接前往以色列 与以方接触了解当地局势 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 随后进入记者提问环节 一名年长的记者提到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在巴以冲突升级后 没有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可能的地面行动中保持克制 但明确表示 以色列应当遵守国际法 这名记者询问米勒 以色列还有必要对加沙地带平民切断水电食品和药品工艺来源吗 对此问题米勒回答称 以色列遭受了残酷的恐怖袭击 有权自卫和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 美国始终鼓励所有盟友和伙伴 严格按照国际法形式 这就是民主 我要指的是 哈马斯当然不是这样做的 这名记者追问米勒 是否清楚过去四天有多少巴勒斯坦平民被以色列杀害 是数一百计还是千计 米勒则表示看过一些报道 但他不愿谈论所看到报道的具体内容 并称自己只会谈论 美国政府核实到的美方伤亡人数情况 一番交锋后 又有一名年轻记者单刀直入的提问 以色列有权杀害平民吗 此时的米勒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声称 已经同这名记者有过对话交流 他要叫其他有问题的记者提问 并说下一个 在间隔了几个问题后 发布会视频画面聚焦着米勒 而刚才这名年轻记者的声音又出现 他们正被轰炸 但你完全沉默 你们为以色列打开绿灯 这是荒谬的 这太荒唐了 在记者说这段话的同时 米勒不断试图解释 我们提供了 不好意思 但始终插不上话 而后完整的回答中 巴勒斯坦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与巴勒斯坦人们没有任何争执 当天新闻发布会的最后 米勒回答了一个 关于叙利亚东北部局势的问题 并准备结束发布会 此时视频中又传来记者的话满音 请你敦促以色列 不要让平民挨饿 以及屠杀平民 在这样的声音中 米勒并没任何回应这名记者的举动 而是尴尬微笑 同时在整理文件夹后 匆忙转身离开 并说这就是今天的结尾 谢谢大家 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10月12日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已经抵达以色列 与以色列总领内塔尼亚湖会晤 展示美方支持 与此同时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报复性封锁和空袭仍在继续 据报道 在一对一会晤之后 两人召开发布会发表声明 当被追问拜登政府 是否以敦促以色列在应对哈马斯袭击时保持克制时 布林肯则指责 哈马斯将巴勒斯坦平民置于可能受到伤害的境地 他声称 当涉及到这样极其困难的局势时 以色列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区别在于 我们对国际法和战争法的尊重 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在这些局势中避免平民伤亡 这与哈马斯形成鲜明对比